相關本土疫情是繼續新聞 疫情指揮中心有過 上京這個禮拜三 每到一天更新的最高峰 有專家提示說這波 別點五的病疫主 阿興對日常的影響 跟真正不一樣 應該要注意這個影響 無時中的這個當政枕頭 而且委長應對這個疫情 臺灣西北的第二倍莫德奈 處世代疫苗八十萬 今天晚上是三九臺灣 本土比那點五的政客館 只會中心異國 拜三十一 甚至是後來拜三二八 後一天的病例所會十九高峰 有期間真相疑似經過 最近連續加計較多 民眾出國 中北路南來來去去 這麼多觀光景點的人是 恰恰恰 民眾對風 越可能開始放涼 尤其中秋年到後 問真的頭一天 疑似實行看病 快胎容許更新的人數是平常時下的三倍 中後連假之後的隔一天 是創下我單字看確診人數最高的一天 所以我本本診所自己小小的統計 那這裡暗示了一件事情 其實民眾大概 大概就是比較鬆懈一點 兩岸也有疑似觀察到這部變成八度的阿幸 比那點五對小人造成的影響 跟真正是完全不一樣 像是有影響白癡的孩子 更新後發燒的時候 幾分數比較會刺 因為小孩子的腦部發育還沒有很成熟 所以發燒本身就可以在兒童身上產生抽搐 晶圓的現象 新冠肺炎也有這樣的現象發生 為了營養這部疫情 我們國蔡國的莫德納處世代疫苗 第一部八十萬四千檔 上禮拜五晚上上來臺灣 當地的進行減減風減 上禁止四次來 開上去國館市後面就住下 第二部差不多八十萬機 暗算禮拜晚上會上來臺灣 現在 總學樂樂樂